4月18号即县长公馆100岁生日 公馆的体院前一早就聚集了人潮 大家都为庆祝百岁生日而来 不仅能在各角落看见学生写生 小朋友开心在宝蛋游戏热园玩乐 还有学生写给公馆的短文文章 以及见证公馆历史的时光走廊等动静活动 也邀请百岁人类的快乐奶奶孙桂花 与大家一同唱生日歌切蛋糕 还有县长与行政院顾问林李旭 吴芳芳牧师 葛玉霞以及高素云修女 一起启动期待仪式 并发放100颗红蛋给民众 让民众一起分享公馆百岁纪念的喜悦 小学4年级就入住公馆到高中的台东县县长黄建廷认为 自己应该是历届县长以来住在这边最久的人 他也说公馆除了有会议在这边开 每个礼拜也会有一个祷告会 每月的第一个礼拜六也会举办OpenMind的音乐会 开放公馆让乡亲们一同参与 让公馆的功能比过去更多元 这个庭院是我几乎每天放学以后就要来这边玩的地方 那现在我已经进入第六年的县长 我好像没有在这个庭院花超过十次的时间 大概都是因为我们这边办活动 这个很不一样 当然小孩子在这里就是很快乐 那现在当县长住在这里责任很重大 这个大概绝大多数的时间都为着县政在忙碌 可是我很高兴看到 那个时候跟这个时候的台东已经有很大的不一样 我想我们台东必须要不断的把我们最好的 这个部分做保存 一个城市的发展 有一些该变的 有一些不要变的 那我们把好的美好的这个环境 美好的扑植的这个人文 人心都能够保存下来 那个是我们不希望变的 但是我们有很多需要更现代化 需要提供给民众更好的生活 更进步的基础建设 这些我想我们不断的在追求 让台东的改变也能够带给人民更多的幸福 建筑师张玉皇表示 这房子已经一百多年了 如果能够持续的维护照顾 会远远超出我们想象 现今的钢筋混凝土房子 标准寿命是50年 勉强使用能到100至150年 但是木造建筑结构的房子 只要正常维护 就能使用好几个300年 所以就正规性来讲 或是就它的持续的使用的价值来讲 还有这栋建筑物所带给我们在建筑史研究 或是让民众去启发理解 人跟环境之间一个良好互动的生活环境品质来讲 它都具有这样的感造跟能力 让我们可以知道 这房子的确是非常好 钱人非常用心 那我相信也对台东 整个发展生活品质跟文化的这样的 未来的步调上 可以带给我们很多正面的力量 县长公馆的庭院仲有多种果树及植栽 农业处领务科长谢震灵也说 不仅有台东熔岩 土芒果 破布子 山苏等能吃的水果植物 还有天堂鸟等多种庭园植物 活动一直持续到下午 即使大雨忽然而来 民众依然跟着节奏 打起拍子 高歌欢唱多首圣歌 连钢琴王子陈冠宇也特别前来参与 分享多首好听的古典及流行乐曲 更与四张声刘玉轩一起演奏 新城国中音乐班的张苏凯 张瑞轩 陈又军 何伯承 何则仙 林之盈 翁晴雨 李廷悠 以及台东县儿童合唱团 也都为我们带来多首好听的音乐 健康家庭文教基金会董事长陈林燕表示 基金会也捐赠近20万元的辅助器具 希望能帮助更多像刘玉轩一样的声障朋友 台东呢 有非常多像玉轩这样子优秀杰出的视障生 那今天健康家庭文教基金会只是抛砖引玉 关心他们 希望未来我们的社会都给我们视障的学童也好 朋友也好 很多的鼓励跟支持好不好 活动接近尾声 却也是全场最鼓动的时候 人人手拿着摸彩券 希望能抽到大奖 很有感觉就是那种日本时代的味道 官色的味道 很漂亮 而且我觉得日式建筑有一个很棒特点 就是其实他们都会就是说 会做得很阴凉啊 不会说太闷热这样子 我觉得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来到这边 是一个很荣幸的这样一个地方 我觉得就是县长县长夫人 能够把这样子一个关底的场地啊 跟就让民间能够接触 我觉得很感动 就是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活动 而且今天很感动是大家风雨无阻 有有有感觉 因为其实我脸上都有在做这个 SPA 因为有在喷水 不过就是说今天的这样的感觉非常特别 怎么说呢 因为其实我们在练钢琴 或是在表演的时候都在室内嘛 都是干的 然后都是就是都很安静 可是今天其实就有一个大自然的一个气候的现象 就是下雨 然后让我感觉说 对 我这种特别弹琴的感觉的feel非常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我告诉你 因为琴键也都是湿的很滑 所以呢我觉得说以后一定偶尔还是要在这个 湿湿的这个情境上练习 这个功力一定会大增 不过真的是很感谢这个县政府的邀请 让我可以来这个县长公馆参与他一百岁的生日 那演奏像古典的音乐啊 还有流行的音乐给大家听 我刚才我有感觉我feel特别好 因为在这个大自然户外的环境 感觉是真的很不一样 一百号的幸运儿 最后县长夫人拿出特别奖iPay 要送给一百号的幸运得主 怡城的母亲说 她今天刚好过十一岁生日 而且想要的礼物也是iPay 没想到会这么刚好 真的是心想事成 今天是县长官邸一百岁生日 刚好我女儿也抽到一百号 我女儿的生日也是四月十八日 祝县长官邸生日快乐 我女儿也是十一岁生日快乐 谢谢县长夫人 经过几次修缮的县长公馆 即使有些微改变 却依然保存当时原貌 而黄县长也希望 公馆能陪伴所有的台中人 再走更精彩更风光更多的一百年 台中所在综合报导